好 那像在這邊啊 剛剛已經有把簡單的稍微畫上去了對不對 如果你要畫虎 也可以啊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虎就用地板畫嘛 對不對 把它畫好 然後填上 選上適合的那個 水的材質就好了 其實我們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如果說你以後再用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FAQ體裡面 像同學裡面他就有 提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 一般我們貼圖他會所謂的無縫 就是那個會拼貼 好 會做拼貼有沒有 像這樣會產生縫隙 那如果說你要讓他 沒有縫的時候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那個紋理 不用拼貼 你看這個是同學他做原本的 他選了一張的圖 有沒有 大概就這麼大 他就不斷拼貼 那我就幫他調整一下 變成是一張圖的 有沒有這樣會比較好看一點 對嗎 這樣比較逼真 所以我們現在也可以來用 類似像的做法來做我們下面那一個 你看齁 我們沒有錯 我們在2D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的平面圖 可是你發現3D看得到平面圖嗎 沒有對不對 對 那怎麼辦 如果你希望3D 也就是說他 我們剛剛那是參考圖嘛 所以只是在你繪製的時候才會出現 真正不會出現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希望他也有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用所謂的地板 地板就可以來了齁 你看我們畫一個房間 OK 那我的房間呢 就跟這個一樣大 你看我就從這邊點到這裡 有沒有 看你原本 你的多大 我就來這邊畫跟你一樣大 啊糟糕 少了 我先把這個刪掉好了齁 好 從這裡 這裡到這裡 到這邊 再到這裡 咚咚 好 結束 好 那因為我有一個地板 所以下面有沒有看到一個地板 有 可是我的貼圖要找誰 找這一張對不對 好 你看我點地板兩下 咚咚 好 因為地板也可以設定什麼 紋理 好 也可以設定紋理 所以我們來這邊點一下 好 可是紋理並不在他內建給我的 所以怎麼辦 自己是不是拿進來 嗯 自己要拿進來齁 所以我們從這邊 好 插入 一樣的 跟你剛剛相同 你如果是從這邊丟 就這樣丟進來就好了 那他會告訴你齁 你的那個圖像多大 你要不要降低 隨便你齁 如果你要降低的話 待會兒在3D試圖這邊 看起來的解析度會稍微比較差一點 因為畢竟 圖像的品質降低了 那我如果維持也可以齁 好 繼續 但是這裡重點來了齁 因為他預設 有沒有發現他只有這麼小 20公分 所以有沒有產生拼貼的效果 有 所以呢 你還記不記得你剛剛那個比例是多少 哈哈哈哈 如果不知道的話沒有關係 因為呢我們剛剛在畫圖的時候 上面這裡有沒有知道大概是多長 有沒有這裡大概是多長知道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看清楚沒關係 你就先退回去 先退回去 我們先確認一下 我們把這個地方先確認好 以我這邊來講的話 那我大概是到快170 對不對 165以上 165以上 那這邊到120 然後多少 120 100 120 大概125左右 所以呢 我已經確定好 點兩下 好 我就從這邊一樣的 問題 插入 找到剛剛那一張圖片 丟進來 維持 繼續 這裡 我的寬度是 165 但是上面單位是公尺喔 這邊是什麼 4公分 所以請問 差兩個0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下面就差不多了 因為兩個是等比例的嘛 好完成 有沒有 就多一個跑出來了 好 那當然如果你要轉角度這裡可以轉 不過我們這樣是剛好 好 你記得他是放在用戶制定裡面 好 確定 確定 各位看一下下面 有沒有 你們家剛剛畫的剛好就在那裡 有沒有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如果真的差一點點的話 就表示我剛剛的那個尺度 尺有沒有 不準 差一點點 你可以再位移一下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是不是就 能夠產生這樣的效果了 這樣OK嗎 來我們點到他 你點到那個建築 他就自動往前了 有沒有 好就自動往前 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這樣會不會用呢 好 所以我們的地板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利用參考圖 已經有的大小 我就直接做成跟他一樣 那比較特殊的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地方 你一定要先觀察一下 你的這個大小是多少 那麼在這裡的時候呢 就可以像這樣插入然後設定 好這個地方 再看一下囉 這比較容易做錯的 就是這裡 這個地方 那 建議各位 其實如果你以後要重新改 你可以放在哪裡 它這裡有一個試驗區 試驗區 為什麼 因為呢 當我如果你放在試驗區 有個好處 因為它是零開始 有沒有發現 所以 你會放在第一個就找到 你看喔 我假設這樣完成 你們有沒有發現我 馬上放在第一個就看到了 所以我可以就可以隨時回來修改 這樣比較快一點點 好 比較快一點 這樣會不會用的 好 給各位試一下囉 來